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 第四章第一节的指纹 就是使徒的指纹 这个使徒的指纹 放在我们这个宝贝里面 就显出大能力了 所以你看有些弟兄姐妹 虽然平常看起来 没有什么恩赐 静静的 没有什么表现 可是你把这个恩赐 放在他 把那个指纹放在他心里 他突然之间在省出大能力了 所以有些人平常 好像没有什么口才什么 可是因为他当传道 这个传道的指纹放进去了 就是宝贝 指纹就是宝贝 放进去 他就显出莫大的努力 有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你给他一个财务负责人 他管起钱来 这是头头是道 你给他一个宣道的负责 他怎么图人之间宣道的工作 做得这么好 这就是词问放在寡气里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有的教会派给他什么任务 你是方问的 你是春世的 他把春世的工作 就完全发挥出来了 就是宝贝放在寡气里 就显出莫大的能力 这个以前我们前辈 都是把这个植分 这个宝贝指着圣灵 近代因为我们大家研究圣经 知道这个植分 应该是指圣灵 这植分才对 那么过去 我们前辈们所说的 这个宝贝是圣灵 难道做错了吗 也没有错 所以我们对这个宝贝 放在瓦气里 现在这两个解释都很重要 第一个解释就是 属灵的植分 放在我这个悲贱的身体 就能够显出大能力 你看摩西也是一样 摩西本来没有什么口才 很害怕 很暴躁 可是神把这个重要的责任 放在他身上以后 他就显出莫大的能力来 所以植分能使圣灵 大大的表现出来 所以当一个植分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地发挥 另外这个宝贝就是圣灵 圣灵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显出莫大的能力 所以有的人受圣灵之后 很勇敢地为主耶稣建政 受到圣灵之后 能够把那个坏脾气 坏行为都改掉 因为他得到莫大的能力 所以圣灵也就是宝贝 因此这个第五个比喻 长宝的比喻 就是这个宝就是主耶稣 这个宝就是圣灵 宝贝在瓦记里 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 那么当我们得到圣灵之后 我们就发现 原来真耶稣教会 就是这块宝贝了 因为真耶稣教会有圣灵 是藏起来的 那得到圣灵以后呢 你就非常宝贝 把他保守住了 不要再离开圣灵 不要被圣灵离开了 要好好地把它珍藏起来 所以这个宝贝 有这两个解释 耶稣也跟圣灵 那么我们得到耶稣以后 得到圣灵以后 要变脉一切 来得到这个宝贝 我来做一个见证 那个展望会的会长 就是周廉华牧师 或者是文news 我们有一个电台叫文news 周廉华牧师 也常常在里面讲道 周廉华牧师 跟我们杨黑暗长老是逐年的 两个人是要好的朋友 一个在真耶稣教会 周廉华在进行会 他两个人常常见面 我们杨长老也 他也知道我们杨长老是真耶稣教会 有圣灵 可是他为了工作关系 他也不敢来 他也不能否认 有一天 有一天就是1992年吧 就是我们总会现场的那一年 他到总会来 那个时候我刚好是 同种的总护者 他来了 那杨长老也找 他是要找杨长老的 那我就接待他 到这个总护者办公室 周廉华 杨月翰 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边讲话 讲啊讲啊 已经五点半超过了 杨长老就提醒我 诶 陈达达 难得周牧师到我们教会来 来做客 不应该啊 请他吃饭吧 我说啊 你当你当 应该 应该 那我就说 要吃什么 他说 周牧师喜欢吃日本料理 那我说简单 就在我们总会附近有一家 就开着车 我们三个人就去吃晚餐 吃晚餐的时候 这个周牧师啊 周廉华 就笑笑 对我说 他说成长老啊 他不认识我 这是第一次见面 你是台中的总护者 感谢主啊 很难得 你们这栋房子 花了两亿啊 如果是我们进信会啊 不可能自力更生 我们一定要靠外国的援助 才能够来建筑 那你们啊 听你这样的见证 你们经会都是自己 自己弄的 我说没有错 我们这一栋 总会到了 是从零开始的 那代表大会 通过以后 我们公文发出去 信徒啊 教会一直奉献 一直奉献 一千万两千万 一亿两亿 一直奉献 到我们全部工程 都结束了 还剩下两百多万 这是从零开始 他听了很感动 那就特别来参观 那就带他去参观 那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了 哎呀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来吃你们这一顿 也不好意思 我很久没有写字了 他听说他的毛笔字很好 我很久没有写字 我现在有点熟痒 那你们要献堂以前 我可以写个字 那我会表辈 把它表好 那个筐 筐里筐 把它弄好 来送给你们 做纪念 那我正不知道 要接受还不接受 那杨昌然 就带我回答 他说 哎呀 难得 这牧师的比不错 真的比不错 恭敬不得从命 接受 说好了好了 杨昌然都这样说了 那就接受了 那接受了 他就中牧师就问我 陈昌然你要我写什么 他问我 你要我写什么 那个很奏巧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总会 负责人会 已经决定有三句话要用 三句圣经的话要用 一句就是 以赛亚书二章 以赛亚书四章 那个万名流归这山 这个山是超乎诸山 那一句 那那一句 已经用在新会堂 现在你们去总会 第一楼的会堂 左边那个牌子 就是这句话 已经用了 还有两句没有用 两句 一句是哈盖书 一句是撒加利亚书 那我就偷偷的告诉杨章导 我说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怎么样 那杨章导想一想 嗯 好 我说这三句是总会负责人选的 那么第二句还没有用 可不可以 他说好了 那那一句话就是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是依靠神的灵荒能成事 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那既然杨章同意 周牧师就问我 要我写什么 我就说 那如果成文不去 你既然这样客气 那就麻烦你 写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那他是传道人 一样一听就知道那句是什么 听了以后 突然之间大大笑 他在笑什么 哎呀 你们正耶稣教会 身是三聚不离本行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说是啊 正耶稣教会 如果把圣灵拿开 正耶稣教会什么都不是 有钱的不多 有学路的不多 有地位的不多 如果把圣灵从正耶稣 在那里拿掉 正耶稣教会一无不止 他不敢吼认 也不敢承认 就静静的听我讲 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 我们今天才有这一栋大楼 因为有圣灵同在 我们在台湾能够建设 两百多间的教会 几万个信徒 因为有圣灵 这个宝贝在教会里面 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能力 彰显出来 他说是是是 好就一言为敌 我就写这一句话 那么三天以后 就把一个贬额就送过来 已经弄好了 完全弄好 可以直接挂起来 用新竹货运寄过来 现在如果你们去总会 进总户整个办公室进去 右边那一幅就是周莲华的 他送的了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周莲华牧师 他是外加位 鼎鼎有名 应该是总统的牧师 以前那道总统的牧师 他一听到我讲 撒加利亚书四照六节 马上下 你们真耶稣家会 三句不离本堂 我说是的 不但是三句不离完 而且每一句都要 不离开这个本堂 圣灵 圣灵就是宝贝 所以耶稣说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 自从真耶稣家会出现以后 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宝贝 没有主耶稣 我就真可怜 有耶稣 我们就得到治国 这个真耶稣家会 有耶稣同在 这个就是宝贝藏在地 今天我们已经信耶稣了 要把耶稣好好的藏起来 不能再离开了 不能再丢掉了 还有真耶稣教会 有圣灵同在 如果真耶稣教会 没有圣灵 那我们真耶稣教会 就不真的 完全不真 所以因为有圣灵 与我们的教会同在 可是从外表看不出来 真耶稣教会 这个会谈 也不是外交会那么大 那么堂皇复利 尤其我们北城 现在还要加紧努力 我们要赶快 我们很激 我们要赶快 如果有个外教会 比较有学问的人 来看 你们真耶稣教会 这个样子 是啊 但是我们真耶稣教会 有圣灵同在 小是小 外表不美 可是我们有神的能力同在 宝贝藏在我们里面 他们要进来 才能够发现 如果不进来 完全看不到的 因为是藏在地里 好了 那么我们大家都已经进来了 得到这个圣灵做宝贝 所以我们要收藏好 所以我这里说 这个藏字是两个意义 一个是隐藏 一个是真藏 不一样 所以没有得到圣灵的人 要赶快求圣灵 得到圣灵的人 要好好地珍惜 不要离开了 这个是第五个比喻 就是真耶稣教会的出现 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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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的